全国各地的高中职以下学校都要开学了 各校都在积极进行消毒工作 而面对防疫的新生活 除了实体教学 老师们还要额外来录制影片 确保无法到校上课同学们的受教权 备课时间延长 还必须要随时注意同学们的健康状况 已经让老师们感到倍感压力了 9月1号就要开学 老师们忙着消毒放置防疫隔板 一刻不得闲 面对疫情下的新生活 不只要兼顾教学工作 还得注意学生安全 让老师们压力不小 尤其遇到有学生无法到校上课 老师也要拍摄影片 确保学生的受教权 也许压力会蛮大 但是我总是觉得教育这个职业 就是要有一些热情 有一些想法 然后大家携手一起来 面对防疫下的校园新生活 实体和线上教学 在疫情下成了新常态 老师备课时间比平常多出好几倍 更要随时注意自己健康状况 根据教育部统计 全台还有4.8万名教师 来不及在开学前14天接种疫苗 这些老师必须要在入校前3天 取得抗原快塞或PCR检测 阴行证明 而且每7天就要做一次 大家都是为了这个迎接9月1号的开学 其实是蛮精进一夜 也来做开学的准备 对孩子的差异化的教学 四性的教育能够达到最好的这样一个境界 我们非常感佩老师们 学生们还等不到疫苗可打 只能从第一线教职员做好自我防护 就怕校园群聚又让防疫乱了套 开学后的新生活可得步步为营 记者 邱顺明台北报道 国内的新冠肺炎疫苗施打非常的踊跃 不过根据统计 自从疫苗开打以来 已经有663人疑似因为接种疫苗而死亡 消机会就呼吁政府 针对施打政策和受害救济补偿制度 应该要提供完整和透明的资讯 并且从宽 重塑来救济疫苗接种的受害者 拉起衣袖露出手臂 护理师消毒完后拿起针剂施打 让民众获得保护力 但消机会拿出数据 到8月25号为止 台湾就有663例疑似接种疫苗死亡 其中540人接种AZ 119例施打莫德纳 4例接种高端疫苗 其中AZ跟莫德纳疫苗 分别在施打73天跟26天后 才出现死亡案例 但高端疫苗自8月23号起施打 短短5天就传出4例施打后死亡个案 香港针对于接种疫苗 除了出现伤亡的情形 是规定说最高可以获得港币300万 日本的规定是说 如果是因为接种疫苗导致死亡 家属可以一次性的领到4420万日元 损害赔偿这讲究的是 有没有过失 有没有因果关系 有没有损害 可是补偿是 你有没有打针 打针后发生了不良反应的话 产生死亡的结果 那是不是跟打针有关 消机会指出 台湾对于接种疫苗 所产生的危害救济 法治上相对完备 但国人对于这套救济补偿制度的实际运作情形并不熟悉 对于受害案件的审议效率也多所质疑 审议委员会的审议结果 它是一个行政处分 它不是法院 再来呢 它后面呢 如果对于审议结果不符 依照我们的行政诉讼法 申请人或者受处分人 还可以依法提出行政诉讼 面对卫福部现在工作重点 放在冲高疫苗覆盖率 消机会也提醒政府 要让疫苗接种跟救济补偿双尾并行 并对于申请救济补偿案件 从宽认定 除了让受害者与家属安心 也能降低还打潮 记者顾参永 台北采访报道 由台北市政府所推出的 1280月票制度 除了能够在双北市 享受公车捷运吃到宝 和U-bike前30分钟免费之外 现在还能够加价来购买 共享机车优惠 30天200分钟 最便宜只要259元 而且台北市民还能够额外享有 每个月一次200元的加码补助 鼓励民众搭乘大众运输 响应节能减碳 台北市政府与共享机车业者合作 推出1280月票 加价购买共享机车优惠方案 不论是否为台北市民 都能透过悠游付加购使用 而台北市民则另外享有 每个月一次的200元加码补助 比如说如果民众买的是 WIMO的这个优惠方案 它以300元购买 但是它是台北市民的话 我们再补助200元 也就是民众可以用100元 就可以在30日内使用200分钟 目前有WIMO、iRAN、GGO SHARE等三家业者 都推出限期30天的加价购优惠方案 价格分别是300、259及299元 相较于一般共享机车的花费更便宜 民众可以依照需求购买最适合自己的优惠方案 像WIMO的话目前就是针对一般用户 可以使用200分钟 那青春用户会使用250分钟 在30天内 那它售价是300元 也就是比原价是差不多6折的方式 的优惠价格让民众来购买 那IRAN的部分也是30日内可以使用200分钟 那售价是259元 这项优惠方案一推出 刚好碰到全台疫情三级警戒 销售明显不如预期 现在趁着疫情稍稍趋缓 交通局顺势加强宣传 希望带给民众衔接运输移动的最后一礼物 记者游祥亭台北采访报道 9月10日是世界自杀防治日 根据统计台北市青少年死因第二位救世自杀 台北市自杀防治中心就邀请网红孙生 来分享自身的经验 呼吁大家都能够透过觉察 询问 倾听 还有求援 成为自杀防治的守门员 知名YouTuber阿迪目前公开表示 自己在一年前罹患了忧郁症 引发民众关注忧郁症的议题 台北市自杀防治中心选在世界自杀防治日前 举办线上记者会 邀请网红孙生担任主持人 分享自身经验 因为爱上了表演 我就觉得在台上表演的时候 我好开心 那是一个可以让我忘记烦恼的一个 瞬间一个状态 所以我觉得说青少年在一个难过 或者是痛苦的时候 我就找到自己的兴趣是很重要的 在YouTuber界总是无厘头的孙生 虽然从小没有爸爸 妈妈又因为精神状态不稳 常有脱视行为 幸好她在教会与邻居的帮助下 性格不致走偏 她也特别与市府副秘书长林玉宏 心理师曾光佩一起探导青少年自杀一题 让你的孩子愿意跟你开口 我觉得就很好 根据统计台北市15到24岁的青少年死因第二位 就是自杀 自杀防治中心希望市民能通过觉察 询问 倾听与救援 人人都能成为自杀防治的守门人 或许简短的一句你还OK吗 就能解救身旁人的生命 九层的话 财报报道 新闻最后生活看板单元 带你来看看最近有哪些活动 还有译文展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